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花的程式码 基本上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有三朵花 它们的程式码都非常的类似跟相近 首先花在这个程式里面大概有两个主要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它会左右的摆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花式上会送出爱心 意思是说当它接收到三个水滴之后 它会送出爱心 就是我们的爱心会向上升 我们来撰写它的一个程式码 首先就是当绿期被点一下的时候 我们先写左右移动 我们就做一个重复执行 在这里的话其实基本上做的是一个造型的切换 那本来在造型一 那我们让它切换到造型二 那中间的话我们可以调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的部分可能各位同学自己觉得合适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使用0.8秒 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 你也可以稍微快或稍微慢 让你的这个程式制造你想要的一个速度感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当绿期点一下的时候它会左右的移动 改变造型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基本上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要做一个爱心的送出 那在这边我们先设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是用来储存 它的这个到底接收了多少水滴 然后这个叫快乐 因为它是第一朵花 我们就叫快乐1 那当这个预期被点一下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我们就让这个快乐1这个变数呢设为0 那在这时候呢 这个城市会不断的进行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当这个水滴滴到这一个花朵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快乐会加1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不在这边处理 我们在水滴的地方处理 那我们在这边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重复去侦测 那当它如果这个快乐的值大于 就是说大于2 也就是等于3的时候 就当它被第三次的时候 那我们就送出一个爱心 那我们怎么做呢 好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重复执行 好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设置一个条件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如果它的快乐1 好 大于2 好 也就是等于3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让它的这个快乐的值呢 好 让它做一个归零的动作 或者是你可以像老师在这边写的 好 直接减3 好 那减3之后呢 好 那记得不要忘记 我们这边要做一个广播 好 这个广播呢 是做什么动作呢 就是跟爱心讲 要送出爱心了 好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叫做爱心1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呢 这几朵花的这个处理的方式都非常的相近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做一个复制的部分 好 不过不要忘记 在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变数就会有快 我们会有一个快乐2的变数 好 一样的我们也会有一个快乐3的变数 那同样广播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有广播1广播2广播3 好 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做一个复制 把它复制 按右键做复制 好 那另外这个部分也可以做复制 好 那我们到另外这朵花这边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那一样的快乐 第二朵花快乐2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好 那这里的话 各位同学就把它改成 爱心2 好 那这第三朵花的部分 好 我们一样就是快乐3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改成 爱心3 好 那花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 这边的话 还有